北京时间9月14日晚19点35分,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中克国安将客场挑战为免冠军广州恒大淘宝。 本赛季截止目前,北京国安继45分位居积分榜榜首,继领先少赛一轮的广州恒大三分,本场比赛可能决定本赛季联赛冠军的走势。 毫无疑问,今年中超冠军基本是北京国安、广州恒大和上海上岗三支球队之间的较量。 对于目前恒大来说,拥有保利尼奥、高拉特以及塔利斯卡,是他们称霸的基础。 但是无论是主教练还是管理层深知在下各赛季亚冠赛场球还需要加强实力,尤其是封线位置。 更何况前一阵子亚族联竞赛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会议,会议总共涉及五个主要话题。 除了是否增加外援,还有亚冠联赛是否需要继续实施东西亚分区等,增加外援方面,是从3加1变成4加1,也就是多增加移民外援。 亚族联的这种做法,跟中国足鞋背道而驰,也跟恒大足球背道而驰,记得许佳音以前说过,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全华班。 可现在看来,这个全华班计划肯定要凉了,要知道恒大一直是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的标杆,他们的表现决定了中超球队在亚冠的成绩上线,所以拿亚冠练兵那是广州恒大无法干得出来的事情。 据巴西体育媒体环球体育的消息,保利尼奥乡广州恒大推荐了效力于普拉门哥天才林肯,并相信他的这名巴西老乡可以帮助恒大重新夺回亚冠冠军。 18岁的林肯虽然只有175公分,但是身体强壮,冲击力强,弹跳力好,尤其擅长大力射门得分,有着巴西的新阿德里亚诺之称。 毕竟在J马已经势必买品,以及阿兰不受卡纳瓦罗成为边缘人,球队不能总是依靠保利尼奥和塔利斯恰两大中场去得分,高拉特也不擅长打单箭头。 林肯正是广州恒大需要的球员类型。 林肯定是大尸多的影 �hr。 千里亿这个数字提升。 都遵守術裂导物不要死阿健心。 他们属于西�áis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